按下噴霧劑點燃大火機 立刻就有熊熊火焰冒出 看起來非常嚇人 誰想得到一罐平凡霧氣的噴霧劑 盡可能釀成助容之災 这样的键盘噴霧气 越来越多人在使用 不过你知道吗 一个使用不剩 他可能会把整间房子都烧毁 台北市一名男子 今年六月买了一罐键盘除尘剂 放在家中 没想到只是外出吃个饭 家中竟突然起火燃烧 警销随即到场抢救 迅速扑灭火势 但民宅已经烧得一片狼藉 事后调查发现 酿成这几火灾的凶手 竟然就是这罐键盘除尘剂 可能这个推进剂 罐子本身是不是有漏气 或者是那个发门松掉 造成这个漏气 漏气只要跑出来 碰到电脑周边的消火化 它就会引发燃烧 原来男子购买的键盘除尘剂 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二甲米 只要周边温度大于自然点 就可能会起火燃烧 而民众常使用的 各类真空喷雾剂 因为大多使用丁碗 丁碗作为推进剂 属于高度易燃气体 使用上必须特别注意 小小一罐喷雾剂 使用起来超方便 但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酿成意外 民众还是得格外注意 记者黄天耀 陈玉璇台北报导